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聚焦于中东局势的巨变 尤其是五角大厦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强硬立场 随着黎巴嫩真主党领袖哈桑·纳斯鲁拉被以色列空袭击毙 五角大厦发出的警告不容忽视国防部长奥斯丁明言 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保护自身利益 同时 中国也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表达了强烈的关切 呼吁其降级冲突 这在地缘政治上引发了新的变数 而在美国 副总统辩论即将到来 沃兹和范斯的对决可能会成为改变选举格局的关键 尤其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下 随着局势的紧张升级 未来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国际社会的目光都聚焦于此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 中东的局势似乎随时可能爆发 五角大厦最近发表了一项声明 强调美国决心阻止伊朗及其盟友在该地区扩大冲突 这一声明与最近以色列空袭击毙黎巴嫩真主党领袖哈桑 纳斯鲁拉的事件密切相关 使得局势的紧张程度进一步升级 五角大厦发言人帕特·莱德中将表示 国防部长奥斯丁强调 美国决心防止伊朗及其支持的伙伴和代理人 利用当前局势扩大冲突的范围 这句话直指美国立场的核心 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任何针对美国人员或利益的攻击都将遭到强烈回应 美国的立场背后是对地区局势的深刻担忧 随着纳斯鲁拉的死 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甚至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以色列军方已经表示 正在为入侵黎巴嫩南部做准备 并于周日对黎巴嫩的目标发动了额外的袭击 这一系列行动让人不禁想起过去的冲突 当时局势一触即发 随时可能引爆整个地区的战火 五角大厦的声明 是在美国总统拜登的指示下发出的 白宫官员透露 拜登总统已指示五角大厦评估并根据需要调整美国在该地区的军力部署 以增强威慑力 确保部队的安全 并支持美国的各项目标 这一系列的行动和声明 无疑是在向伊朗及其盟友发出明确的警告 美国不会坐视不理 伊朗向黎巴嫩的真主党 加沙的哈马斯 以及也门的胡塞武装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持 而美国则是以色列的坚强盟友 每年向以色列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 使得中东地区的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任何一个小的火花都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冲突 在这样的背景下 五角大厦的声明不仅是对当前局势的回应 更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的预防 美国的军事存在和行动 无疑是对伊朗及其盟友的一种威慑 旨在维护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然而 随着局势的发展 未来的走向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国际社会都在密切关注着这一切 而在美国国内 星期二 蒂姆 沃兹和JD 范斯 将迎来他们的首次 也是唯一一次副总统辩论 这场辩论可能会改变政治格局 沃兹是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州长 因为将竞争对手共和党人称为奇怪 而声名雀起 而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范斯 则猛烈抨击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所在的政党 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 他在家乡散播了一个关于海地移民的虚假故事 这个故事后来被特朗普在与哈里斯的辩论中引用 副总统的角色传统上是政治攻击犬 专门攻击对手 以便让他们的搭档看起来高人一等 然而自从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打乱了政治常规以来 这一点已经不再那么明显 副总统负责主持参议院 并有权打破平局 卡玛拉 哈里斯已经创下了33次的记录 他超越了自1825年至1832年 担任副总统的约翰C 卡尔霍恩所保持的记录 副总统还在国会中负责正式认证选举结果 这一职责在2021年1月6日 特朗普支持者袭击国会大厦的事件中 副总统麦克 彭斯仍然履行了 即使当时有些人高喊着 吊死麦克 彭斯 但副总统的主要工作是随时准备接任总统的职位 如果总统去世或辞职 久未副总统已经接任 最近的一位是杰拉尔德 福特 他在理查德 尼克松于1974年辞职后成为总统 1967年通过的宪法第25修正案明确了接任规则 规定副总统在总统被免职或去世或辞职的情况下成为总统 他还允许总统和国会提名并批准新的副总统 如果该职位空缺 副总统历史学家乔尔·K·戈德斯坦表示 最近对特朗普的两次刺杀未遂事件提高了接任的相关性 但他补充说 许多选民将副总统提名人 是为选择他们的候选人的附属品 而不一定是未来的总统 人们确实会考虑某人是否准备好随时接任 戈德斯坦说 但这也是一个问题 即选择他们的人是否是一个好的决策者 1992年 第三方候选人的罗斯 佩罗的搭档的詹姆斯斯托克戴尔 在辩论中开场时说 我谁 我为什么在这里 这句话让人感到困惑 他后来对一个问题的回答 我没有把助听器调高杠 是加深了这种印象 2008年 当共和党的亚利桑那州参议员 约翰·麦凯恩 选择阿拉斯加州州长沙拉·佩林 作为他的搭档时 这场副总统辩论备受期待 并且麦凯恩的民调有所上升 但佩林与当时的特拉华州参议员 乔·拜登的对决 最让人记住的是 佩林在开始前走向拜登 说 我可以叫你乔吗 这是佩林试图避免错误的称呼 他的对手位 O Biden 将拜登的名字与他的搭档 当时的伊利诺伊州参议员 巴拉克·奥巴马混淆 1988年 德克萨斯州的民主党参议员 洛伊德 本身对他的对手 印第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丹 奎尔发表了尖锐的回应 在奎尔将自己与约翰 F.甘乃迪相比较后 本森回应道 你不是捷克 甘乃迪 参议员 但这是民主党票仓 在一场失利的选举中 位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在2020年 哈里斯与共和党副总统迈克 彭斯对峙 当他试图打断他时 他宣称 我在发言 这句话在本次竞选中 再次被他引用 但两位候选人 可能都被一直在彭斯头发上 停留的苍蝇所掩盖 这一幕似乎持续了很久 副总统提名人的选择 历来对选举日的结果影响不大 但今年可能会有所不同 休斯顿莱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马克·P·琼斯 进行的历史分析表明 选民并不会因为候选人的搭档 而受到影响 即使是将一位有色人中女性的 主要政党提名人 与一位白人男性搭档的想法 例如 哈里斯选择沃兹 也可能被高估 我们拥有的证据表明 他们实际上是在为总统候选人投票 琼斯说 一个关键的警告是 考虑到目前在摇摆州的竞争如此激烈 在边缘上 这可能会有所影响 琼斯说 沃兹对范斯辩论 可能会改变今年更多意见的原因之一是 哈里斯和特朗普只在9月初共享过一次舞台 这意味着 星期二可能是选民在选举日之前 看到两个票仓直接对抗的最后机会 但更可能的是 沃兹和范斯只需避免那些 可以被无限重播的 令人难忘的失误 琼斯表示 这种改变比赛的失误 不太可能发生 但也不是不可能 他们很有纪律 琼斯说 但只需要一次失误 在国际方面 随着中东局势的不断升级 中国政府敦促以色列 立即采取行动 以降低紧张局势 这一呼吁 是在以色列空袭中 真主党领袖 哈桑纳斯拉拉被杀的事件后发出的 这次空袭 造成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多栋建筑 被一位平地 并引发了两国之间更深层次的冲突 中国外交部在周日表示 中国对相关事件高度关注 对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 深感担忧 他们强调 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主权和安全的行为 并谴责所有伤害无辜平民的行动 中国呼吁各方 特别是以色列 立即采取措施以降低局势 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或失控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在周六的一段视频声明中表示 消灭纳斯拉拉 对于改变地区力量平衡是必要的 这也是以色列更广泛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在面对来自伊朗支持的 团体的持续威胁时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泽表示 纳斯拉拉的死 将不会被报复 并宣布为期五天的公众哀悼 随着局势的恶化 德黑兰呼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 要求对以色列采取行动 以避免将地区拖入全面战争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纳斯拉拉被暗杀后 哈梅内伊被转移到伊朗境内的安全地点 以色列的空袭 在纳斯拉拉死后仍在继续 以色列军方表示 目标包括针对以色列的火箭发射器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 亦有超过5万人逃离黎巴嫩进入叙利亚 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 对其公民发出警告 最近的空袭造成了重大伤亡 并形容黎巴嫩的局势严重 大使馆建议所有中国公民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并在此时避免前往黎巴嫩 对于已在黎巴嫩的中国公民 大使馆呼吁他们尽快撤离 或前往相对安全的地区 大使馆的声明中指出 中国国际人士应避免前往黎巴嫩 若已在当地应撤离或寻找更安全的地点 留在当地的人可能面临高安全风险 这可能会妨碍援助 以色列的一名安全官员表示 以色列已经打击了超过1000个真主党目标 并且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真主党的导弹库存已被摧毁 报道指出 包括纳斯拉拉在内 以色列军方今年已经击杀了真主党9名高级军事指挥官中的8名 大多数是在过去一周内 美国国务院也在周六将对黎巴嫩的旅行警告 提升至最高级别 警告公民不要前往该国 理由包括的犯罪 恐怖主义 内乱 绑架 未爆地雷 和武装冲突的风险 当前在黎巴嫩的美国公民被建议在商业航班仍可用的情况下离开 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 他已指示国防部长洛伊德 奥斯丁改善美国在中东的防御姿态 以最小化更大范围地区冲突的风险 随着局势的升级 人们对冲突失控的担忧加剧 可能会将伊朗 真主党的主要支持者 以及美国卷入其中 联合国对潜在后果发出警告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对暴力的明显升级表示严重关切 他在周六的声明中指出 这一暴力循环必须立即停止 各方必须从边缘退回 黎巴嫩人民 以色列人民 以及更广泛的地区都无法承受全面战争 古特雷斯呼吁各方重申 对近20年前的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承诺 该决议呼吁结束2006年 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战争 并迅速停止敌对行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中东地区再次陷入紧张局势 美国五角大厦表态 要阻止伊朗扩大冲突 美国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更是为了维护地区的稳定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伊朗及其盟友得寸进尺 整个中东地区岂不是陷入无尽的混乱 美国这次展现的决心 是要让伊朗知道 他们的小动作不会得到纵容 就像历史上的汉武帝对匈奴一样 该出手时就出手 才能保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哈哈 楚天书你这么说 不觉得自己有点像美国大白沙吗 每次一有风吹草动 美国就跳出来扮演世界警察 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别人的安危 就像汉武帝打匈奴 最终受苦的是边境的黎民百姓 美国不是来维护和平的 而是来搅乱局势的 五角大厦的这些表态 不过是为了掩盖他们在中东的各种小动作罢了 谢奇奇 你的冷嘲热讽确实有点意思 但是美国的军事干预 却实在很多情况下有效地遏制了恐怖主义的蔓延 看看2001年后在阿富汗的行动 虽然纷争不断 但塔利班政府被推翻 恐怖组织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这次美国在中东的行动也是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如果任由伊朗胡作非位 未来的后果难以想象 就像西楚霸王项羽一样 最后只能自吻乌江 楚天书 你这话说得好像美国是救世主一样 你提到阿富汗 那我就来说说 阿富汗战争不仅未能根除恐怖主义 反而使得当地的民众生活更加水深火热 美国的干预常常带来的是更大的混乱和痛苦 就像在伊拉克的所谓民主输出 结果是什么 一个混乱不堪的国家 甚至ISIS的崛起 美国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乱世的煽风点火者 而不是和平的守护者 谢奇奇 你说的那些例子确实存在 但不能否认的是 美国的军事干预有时确实能遏制住更大的危机 比如1990年海湾战争 美国和联军成功击退了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 这不仅保护了科威特的主权 也避免了中东地区更大规模的战争 在这次的情况下 美国的干预同样是为了防止伊朗扩大冲突 保护地区的稳定 我们不能仅看到负面的例子 而忽略了正面的贡献 哈哈 楚天书 你这么说就像三国演义里的刘备 每次都打着匡扶汉式的名义来征战 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同理 美国每次干预中东都说是为了地区稳定 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石油利益和地缘政治优势 美国的所谓正面贡献 在当地民众的眼中更多是霸权主义的体现 与其指望美国来解决问题 不如让当地国家自己来解决 不要再被外界力量所摆布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